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雷恒来到了梁山上聚厅 宋江跟朝盖这才发现 雷恒还不是自个儿一个人来的 带着媳妇 带着老娘 带家眷来的 弟兄们相见寒暄之后 让雷恒坐下 宋江就问雷恒啊 说雷独头 当初我曾经劝过你上梁山 你说什么不来 如今不请辞职 这确实为何呢 雷恒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啊 嘿嘿 为什么呀 我该着来了 雷恒这一说 他上梁山的这个经过 宋江跟朝盖两人 这才明白 怎么回事呢 这个运城厅呢 最近新来了一位县太爷 这位县太爷姓吴 吴县令 吴县令上任之后 目的在于 要对梁山寨进行新的一番争角 吴县令上任之后 没看出他有什么举措 可是就在吴县令上任不久 运城县 来了一个卖唱的 这个卖唱的是唱什么的呀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 是我同行说书的 哎 他就说唱话本 宋朝这说书的行业就相当盛行了 这个卖唱的还是一个女性 姓白 叫白秀英 这个白秀英来到运城县之后啊 运城县有那么一个热闹所在 用现在来说 就是个娱乐市场一样 这个地方有个名叫姓林园 姓林园里边有个戏台 这个白秀英就在姓林园的戏台上 是登台现役 这一登台现役啊 白秀英以她清澈婉转的歌喉和精湛独到的表演 清倒了运城县所有的男女老少 尤其那些个年轻的小伙子们 就传出来这么两句话 说是看一眼白秀英 不枉活这一生 说听了白秀英的唱十年不能了 好家伙 这个白秀英就在这个运城县红了 那简直是红的都发了紫了 这么一来呢 这些事情就传到衙门里边去了 衙门里边有些个当差的工人也到那去听白秀英演唱 去听白秀英说话 说话 其实就是听白秀英说书 人家那个说书是带唱的 不是像现在评书 所以一来而去 有的这个工人呢 就跟这个插翅虎雷恒就说了 说雷独头 您不往那去看看吗 咱们这个运城县 来了这么一个女角 雷恒呢 对这个娱乐的事呢 评宿当中啊 是不太经意 雷恒说 哎 没什么意思 哎呦 你可得去看看 这个白秀英长得是真漂亮啊 你要不看一眼白秀英 你往活这一生 雷恒说至于吧 那当然了 你到这一听 一看 你就知道了 所以这一天闲暇没事 这个雷恒呢 就让一个到做工的 也就是衙门里边当差人 约着他一块 就上这姓林园就来了 雷恒到姓林园来得还比较早 一屁股做到第一排了 做到第一排 雷恒就等着 一会儿的工夫 那姓林园里边就满了 后边的人都站着 哦 开眼了 随着这个锣鼓声响 紧接着先出了一老头 这个老头啊 就是白秀英他爹白玉乔 这是一个九创江湖客 出来之后 跟大家就讲了一番江湖话 说我们父女两个人 借贵方宝地落脚猫伤啊 在这里呢 登台现役 我老了 诸位 当初我年轻的时候 那也是唱的说的都不错了 现在岁数一老就不值钱了 啊 什么玩意儿老了都不值钱呢 人老了就更不值钱 可是索性我有个女儿啊 我女儿跟我学艺 现在我女儿登台 释放诸位 诸位听完了之后 希望多多捧场 老头一番江湖话 说完了之后 紧接着这个白秀英就上场了 这白秀英登台这一上场 在下边坐着这些人是为之骚动 为什么 白秀英打扮得非常漂亮 穿招格外入实 抬手投足都带有艺术性 白秀英说长得什么模样 她反正是长得很漂亮 我就不用描述了 您就自个想 您认为什么样最漂亮 她就什么样 这白秀英上台之后 先是简单的说了几句电场话 紧接着就开始说书演唱 演唱的什么 演唱的是双剑感苏青 这是当时的一种画本 这个画本表述的是什么内容 这到现在连我都不知道 所以白秀英这一讲说的时候 那个语言出来是清澈月耳啊 往人的耳朵里边钻 敢当她要唱的时候 那就犹如青泉流水 使人听着那简直就是一种 幽美的艺术享受 每一个唱枪一甩枪 不时的响起了阵阵的掌声 这白秀英唱完了之后 该点钱了 那个时候点钱呢 感情是由这个演员亲自下的点钱 先是她爹说了 到了一段了 咱们得休息休息 接着休息的功夫 请大家捧捧茶 有我女儿跟我下去 向诸位要几个 啊 咱们呢 先开个财门 走一个旺地 先从这头开始 白秀英打扮着花枝招 在手中拿着一个小婆子 尤打着台上就蹦下来了 第一个天赶上就是雷恒 站到雷恒的跟前就找他要的钱 这婆子往前一对面带微笑 雷恒没见到这婆子的时候 先闻见一股香气突来 雷恒这就伸手往腰里边摸 咱说过 雷恒这个人哪有个特点 就是啊 比较节省 过日子善算计 平常腰里边都少带钱 可偏偏今天没带钱 一个字没有 他叫独头啊 大小也是雅米一官啊 一个字没有 这雷恒就觉得面皮有点尴尬 雷恒说我没带钱今天 改日我再给你补偿吧 其实雷恒呢 这是一种心里话 他真没带钱 可这白秀英呢 站在这微微一笑 哎哟 我说这位官人 我看您穿掌打扮 您也是个官府衙门里边的人吧 像您这样的人哪能不带钱呢 话又说回来了 哪天阴天下雨不知道 腰里有钱没钱还不知道吗 您要是没钱的话 您也不能坐到这个地方 是啊 雷恒今天坐在第一排 那么跟着雷恒来的那个工人呢 他腰里边呢 有点钱 有点钱呢 他这是正合计 合计什么 我是不是掏出来替他给 他又觉得我要替他给 那是不是显得雷杜头有点灾面啊 这不显得雷杜头没面子 他正在思想斗争 这个工夫那个白玉乔的老头 就来到他女儿的身后 哎呀 孩儿啊 你别找他要了 你也没看看 他是城里人 还是乡下人 这位啊 你别看穿那身衣裳 像个样似的 其实啊 这是乡下来的 没见过他那大市面 他从来上外不就没花过钱 多在进城啊 都是买两张煎饼 上没人的地方卷着自个吃 连葱都不高 他一说这句话周围这个人就乐了 有的人哗就乐了 这一乐 雷杭这个脸上就挂不住了 雷杭当时看了看这老头 哎 我是你这老头 你说话可有点太难听了 啊 你怎么知道我是相信人 我跟你说 今天我真是没带钱 我这要带钱等哪天我给你个三两五两的 老头在旁边一听 这个老头是闯江湖的 那嘴茬子厉害 不饶人呐 老头一听 哦 你今儿连一文钱都掏不出来 等哪天你还给我三两五两的 你要给我三两五两的 不得把你们家房子地卖了啊 啊 这旁边有人呐就说了一句 哎 老头 我告诉你啊 那人可不是一般的人 那是雷狗头 有人提醒这个白玉桥 这老头一听 什么 你说他谁 那是衙门里的雷狗头 什么狗头 什么 我看他像驴金头 是不是驴金头 哎呦 老头一说这句话 哇 大伙都露了 大伙这一露 这雷横可脸上挂不住 雷横蹭的一下子就站起来 过了一把手 就把老头脖领子薅住 我告诉你 你不要当别侮辱我 我就是雷狗头 哎呦 我可没见过你这样的雷狗头 你这个雷狗头腰里面一分钱都没有 哪有这事啊 三说两说两人话说 插了这雷横 啵一拳头 给老头牙打掉俩 这老头扑通 一个钉头坐那儿了 老头站起来这就没完没了 往前抓到雷横 雷横啤酒啪叉了 嘴巴子窝心脚 把这个老头打的 坐在地下不动了 最后 雷横一甩袖子是愤愤而去 雷横走了 雷横这一走 跟着雷横来的那个工人也随后走了 他随后走了 这老头可就不依不饶了 说今儿个 这书不说了 咱也不唱了 咱们跟他打官司 这个姓林远 这场演书 就让雷横给搅了 完了之后 这个白秀英跟他爹 雇了一辆车 就奔衙门里去了 上哪去了 上衙门里边找这位 吴大老爷来了 新上任的吴大老爷 感情认识这白秀英 怎么回事啊 这个吴大老爷是在东京调来的 这白秀英跟白玉桥这父女两个人 当初也是在东京城卖唱 也是有名的明爵 正因为是明爵 所以在东京城的时候 跟这个吴大老爷啊 就认识 不是一般的认识 那是超出寻常的认识 这白秀英啊 用现在的话说 跟那吴大老爷有一腿 正因为有这层关系 所以吴大老爷到运城县当县令 人家仍然也跟来了 到这有仗势啊 谁敢欺负啊 一方的父母官 最高领导人 跟他这女儿有这关系 所以今天受了欺负了 他来了 一找这个吴县令这么一说 吴县令当时就急了 吴县令一听了 了得了 什么 衙门里边的都头 雷恒 你敢跑那会儿不给钱还打人 不行 我给你挣那个脸 尤其白秀英啊 就在这位吴县令的跟前 又是哭又是闹又撒娇 又装笑 这么一弄着吴县令 弄得金酸骨麻 浑身难受 心里边这吐吐 第二天吴县令升堂 马上就把雷恒叫出来 问雷恒 你是不是昨天跑到姓林园 那个地方去搅闹人家 那个娱乐所在 雷恒就如实说了 说老爷是 其实我不是有意搅闹 因为我腰里真没带钱 那个老头当众羞辱我的脸面 我没办法 所以我就打了他一拳 大胆 那是平民百姓卖唱之人 你是官府之人 你能随便打百姓吗 当官我得给百姓做主 这吴县令他要给百姓做主 其实他是给他的情人做主 吴县令马上吩咐打 把雷恒闷到大堂上 打了二十板子 打完了二十板子 这个吴县令还不遗不饶 吩咐两个手下的差人 把雷恒带上大家 押到姓林员的门口 给我示众三天 让雷恒啊 站到姓林员的门口 让大伙看 丢他人 你不是要面子怕丢人吗 我让你丢到底 就这样 雷恒向带长家 有两个工人看着他 就来到了姓林员的门口 上姓林员门口这站着 这可是白秀英的主意 白秀英向老爷提出来的 这么一个条件 他提出来这个条件 老爷就答应了 雷恒在姓林员门口 带着长家这么一站 这脸哪 就像火烧火炭的一样 为什么 他没受过这个 运城县里边的步兵都头 插翅虎雷恒 那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人 就在本地面这个地方 当着众人 当众受辱 他那心里边能承受得了吗 雷恒那个脸始终是紫薇薇那个色 因为他发着红的 上姓林员来听书听唱的人 出出进进都是人的 有的一看 哎呦 这不那雷独头 对呀 这怎么在这儿 哎呦我说你不知道 昨个把这女的给得罪了 把他爹给打了 是啊 哎呀 这女的够厉害的 这个雷独头 那从来没扶过软 今儿个怎么在这儿站着 哪个部门 你这下子撞茬子上了 旁边这两个做工的 平素跟雷恒不错 一瞅雷恒带着长家在这儿站着 他们自个心里边都觉得不得性 最后有一个人说 我是雷独头 行了 我们两个呀 给您网开一面 您回去也不用跟老爷说 这家呀 我给您摘下来 说话前就把这长家给摘下来 摘下来 折了一块 把家立在旁边 雷独头 您到那时候站着 您扛家站着 引人注目 把这家摘掉 您到那时候那里一摘 谁也不知道您干啥 于是这两个工人 就把雷恒这长家给卸掉 长家卸掉 王帅主一盒往旁边一立 雷恒在那里一站 心想 这回倒行了 观察着过往行人 雷恒在那站着正观察过往行人的时候 偏赶着这个工夫 犹打院里边走出一个人来 走出来的这个人是谁呀 正是那白秀英 白秀英就在雷恒对过那个茶棚里边 是端然稳坐 要了一壶茶 把那茶倒上之后端起茶杯 望着一看 对过那个雷恒长家没了 白秀英急了 哎 怎么这个人不带家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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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